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比較偏區間 那這個區間盤它空間都不大 但是台股已經連續三天的時間 就是維持區間盤 那到底盤要上要下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指數已經連續這三天 耗在這裡 那台股又像之前一樣 來到前高的位置區 那到底這盤有沒有機會突破盤局 還是說又會像前面這個樣子 盤一盤之後又下來 盤一盤之後又下來 對於整個台股的未來 我都是用一個 比較合情合理的方式 我們去跟大家去做分析 但我不敢說我一定百分百 但是我們另外拿出一些數據 或哪一些重要的觀念 來跟大家去做說明 其實我們在解這個盤的目的 是要告訴各位 這裡到底可不可以買 這裡到底是該買還是要該賣 尤其這三天的盤式 指數就橫在這裡 到底這地方會像很多老師說的 要攻上1萬5要攻上2萬 還是說這個盤 還要有壓回的風險在 各位我們仔細看 其實這個走勢 重點應該還是要放在 美國股市上面 因為美股去主導全球股市的動向 對不對 那關於美股的走勢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用川普跟拜登的民調 我們跟他做分析 那時候我們怎麼跟他講 我說拜登的民調 現在跟川普的民調兩個差距 已經高達10%了 已經高達10%了 那最近還超過10%以上 那我最近看到的一些那種地下賭盤 賭拜登當選的高達60幾% 那川普當選大概只有30幾% 所以呢 如果依照民調的角度來看 拜登當選機率比較大 但是呢 當你拜登當選的時候 他會對企業去磕睡 所以我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我說美國股市為什麼漲 你看 美股這波漲上來 對半漲更兇 對不對 他為什麼漲 我說這叫做 逃命反彈波 比如說在拜登當選之前 他要磕睡嘛 那這波趕快先拉 好 先拉 先跑啦 那當然 當我們這樣講完之後 昨天我還跟各位講 這個牌你現在要注意到的 重點在哪裡 你去看看 我昨天怎麼跟你說 當美股漲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提防什麼 美股修正乖離 對不對 其實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我已經跟各位說了 前一天的美股啊 他已經開始留白點的上影 這代表說那個修正乖離的走勢 已經開始要出來了 所以呢 當我昨天講完你看啊 今天的美股已經開始走升盪了嘛 有沒有 已經開始要走區間了嘛 好 那既然如果美股走區間的話 那當然你台北股是這裡走區間 那是合理的啊 那可是關鍵在於說 美股能不能繼續再攻嘛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去看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齁 其實如果說我們就從 影響到美股幾個重要的事件來看 你會發現到喔 這是昨天新聞就已經出來了 昨天的嬌生啊 因為他是研發那個新冠病毒的抗體 那昨天已經開始終止臨床試驗 那今天又加了一家 這家美國藥廠的叫做里萊 他也終止臨床試驗 嬌生是做疫苗的 那里萊呢 他是做解藥的 也就是說中了肺炎之後 要用什麼藥來醫 那這個地方呢 他今天也終止臨床試驗 好 那各位 關於這個東西 我之前有請教過醫生 醫生跟我講說 通常到第三期是最關鍵的 如果第三期沒有過就沒有過了 有記憶物說你第三期沒有過 你前面的心血就白費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 在近期我們都會發現 怎麼搞得好像蠻多的一些 一些生技公司啦 做疫苗的公司 怎麼搞得到最後呢都停止了 那可見到第三期有他的困難性在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現在如果說我們就從新冠病毒 這個議題來看 疫苗停止了 疫苗做解藥的 目前也終止了臨床試驗 那我們是希望啦 有一家啦 有一家能夠成功就好了 但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這多少一定會影響到股市 為什麼你注意看 因為如果說我們就從歐洲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到 英國COVID-19新增確診均值創歷史新高 這10月13號嘛 就昨天嘛 住院數高於3月 那你再仔細看 法國也是一樣新增確診均值也創歷史新高 還不排除宵禁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當全球股市目前還受到這個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從國際股市的結構來看 你會發現到 美股市漲上來 但是我說它開始要修正乖禮 那如果說我們就從歐洲股市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到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最近漲到前高的位置區 也開始走震盪 法國巴黎指數呢 也是來到前波的套牢區 也開始走震盪對不對 那亞洲股市裡面呢 比方說上海股市 前兩天呢 有一個跌聲彈起來 來到前波套牢區也開始走震盪 南安股市呢 間諜一%多 它也是來到幾乎快前高的位置區 也開始走震盪 所以 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的震盪 我說它很合理 但是你要預防什麼 它會不會再次盤同 好為什麼這麼說 好重點在哪裡 各位我們仔細看 現在啊 除了目前我們看到疫苗的狀況 好像沒有很理想 但是呢只要有一個成功就好了 我們也很希望啦 那改變一下 這一年來的生活 可是呢我們把這個先扣掉 最近蘋果發表星期之後 你會發現到 蘋果的股價昨天跌了2.6% 前一天漲6% 昨天跌了2.6% 嗯不是剛發表星期嗎 怎麼沒有再創新高 那原因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看 蘋果標6% 結果呢買權爆大量 夏末瘋狂的事況重演 這什麼意思 禮拜一的時候呢 那天啊 投資人買進將近400萬口的 蘋果個股選擇權 成交量創今年以來的次高 那這些成交量都集中在買權 做多啦 那做多為什麼說是散戶買的呢 因為這一次啊散戶幾乎都是選擇權 交易大增的主要推手 因為市場上出現多比小額交易啊 就是說散戶會買 他不會買太多 他沒有辦法買太多 以下買太多口 所以呢他的交易量呢 大部分都成交在20到50口左右 那比數非常的多 這代表來說散戶瘋狂買進 買多少 買進將近400萬口 對不對 好那再仔細看 亞馬遜週一的選擇權交易量 也超過49萬口 是今年日均量 平均量的6倍以上 好那各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先想看 美國股市為什麼當初啊 在8月份9月份出現大幅度的壓回 那時候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有跟各位講過了 因為那個時間點 散戶瘋狂去買選擇權 你去買選擇權的量 比個股的成交量還要來得大 所以呢造成什麼 散戶瘋滿 一買完之後呢 大股東賣掉 結果呢股價大抵 指數是不是出現大抵 對不對 那你現在 美股為什麼沒有辦法 再出現一個明顯急功 因為現在情況也是一樣 所以你要預防什麼 美股在這個地方的震盪 會不會因為散戶瘋狂的買進 結果呢造成什麼 賣壓再次湧現 那如果說是出現這種現象的話 那你講講看啊 台股會怎麼走 好我們剛說過了 歐亞股市都來到前高走震盪 都沒有辦法過前高 上面都有套牢籌碼區 那同樣的 你台北股市的走勢也是一樣啊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喔 今天週三嘛 你現在月限成本上來 那你明天呢 季線成本也要上來了 對不對 好那以月季線來看 季線是最沒有疑慮的 因為他未來喔 這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 成本全部在高檔 所以我說季線的成本 他會開始快速上癮 因為他成本提高了嘛 好那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月限 你月限 今天的成本也開始出來 那未來這三四天的時間 他都在高漲區 那這代表來說 你台北股市在這個位置區 他不可以跌喔 如果他一跌下來的話 朋友你去看喔 重點放在哪裡 今天成本在這裡 1 2 3 4 4到5天 4到5天 也就是說 當你台北股市啊 如果是跌破 9月21號 那時候的低點 12795 我們算12800啊 也就是說 台北股市你這邊盤整 但是如果說你台北股市 一破72800的話 我跟你講喔 月季線 月季又要破季線 當你月季一跌破季線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 你台北股市 這三個多月 會有一個明顯的 頭部浮現水 頭部會出現 所以我說 這個盤線最重要的就是啊 在頭部的區域啊 你不要買一堆股票 當你買一堆股票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前面八九月份 我一直跟大家講喔 你就把持股稍微調整一下 好不要越買越多 那到現在為止10月份啊 你前面買的股票 沒有辦法解套 那現在呢 套了一堆股票 那你現在新的股票 你也買不下手 要買也買不多啦 因為都套在前面嘛 那你想想看 如果台北股市這地方啊 出現盤頭的現象 又跌下來的話 到時候月線一破季線 好 同樣 那就注意了喔 這個盤啊 頭部越來越大 而且當初啊 在這地方走區間的時候啊 這裡是月線 這裡是季線 都還沒有那什麼 月線要破季線的疑慮 這裡是月線 這裡是季線 還有點距離 可是到現在為止呢 它的距離只剩下多少 20來點嘛 所以台股不能跌啊 這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你月線就破季線了 接下來後面啊 就會有那種月季線 死亡交叉的疑慮 那對台股而言 那是最不利的 所以要特別留意啦 因為我們在解盤的時候 我只是希望各位 能夠注意一下 手上持股的狀況 你不要說一堆股票套在上面 當然你現在每天看到 很多老師都跟你講 啊我有標股我有標股 我問你這裡哪裡標股 我問你哪裡有標股 當你老師講的股票 結果你都沒有 講的是一套啦 做的是一套 你前面的個股套了一堆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我問你啊 現在這裡再有什麼標股 跟你沒有什麼關係啊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的是 在高檔區的時候 要預防台北股市 會不會又再次的盤頭 當你再次盤頭 再跌下來的時候 月線會破季線 到時候呢 會有月季線 死亡交叉的風險在 所以持股要特別注意 好不好 那但是呢 持股要怎麼注意呢 待會我們會從個股的結構 我們再來跟各位做分析 好到底這個牌 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比如說你前面有些個股 現在已經沒辦法解套了 但是你不能讓損失擴大 那怎麼樣能夠預防損失擴大 那個關鍵點要怎麼去抓 待會我們來做解說 好不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搭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換換到現場 剛剛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從整個歐亞股市的架構 跟美股的架構 我們去跟他做分析 我說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 要特別留意的是 他只能漲不能跌 如果他一跌下來的話 尤其台北股市 如果說當他一跌破 9月21號 將近他12800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個月季線 月線就會開始跌破季線 所以你要預防的是 台股會不會在這個位置取養 他又再次出現盤頭的現象 那如果說又是出現 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頭部越擴越大 那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你是買一堆股票的 我跟你講這盤一跌下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說的 覆巢之下就無完軟 因為你前面很多個股已經套牢了 那你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多資金了 那電視上很多老師講的股票 跟你現在的股票都不一樣 所以講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那為什麼有的時候 我們會給各位這些風險意識 其實我帶會員的操作 我一直以來的觀念就這樣 你新股賺的錢都是我的責任 好不容易上個班累積了一些錢 想要在股車市場裡面賺更多 可是你會發現到 這幾個月怎麼做都在追高 怎麼做都是套一堆股票 就像我最近在做一些持股診斷 我就發現到怎麼搞的 大家都買一堆 買一堆之後 我去看一下個股的情況 我又發現到 好像只有一兩檔兩三檔 最多兩三檔賺錢而已啦 其他都是賠錢的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 你辛苦賺了血汗錢 不要就這樣子 白白的套在上面好不好 我都把你辛苦賺了血汗錢 當作是我的責任 好 那現在個股的現象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當你台北股市現在維持在一個區間 那剛剛我們說過了 美股現在它開始修正管理 好因為漲多了會開始走震盪 但是這個震盪盤最近又看到 美國的散戶 拼命去買個股選擇權 好 那它的現代的狀況 又跟前面這裡一樣 對不對 好 那要留意喔 如果說散戶拼命瘋狂去買 到時候大股東在那邊賣 結果股市一震盪下來 那個幅度也很大 那再加上呢 除了美股高漲震盪之外 歐洲股市還是一直在盤 都也上不去啊 亞洲股市也是一樣嘛 所以呢台北股市這個地方的盤整 要留意會不會出現頭部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啊 稍有不剩的話 我跟你講喔 個股的問題會更大 原因在哪裡 你看台積電還在撐嘛 那明天法說嘛 那當然多多少少會有點撐盤 可是呢 漲台積電 難道對散戶會有幫助嗎 市場資金都集中在那裡嘛 指數不跌啊 可是因為其他個股沒有資金嘛 結果呢 頭皮拉拉往下頂 最近好幾次了嘛 對不對 好 當然問題是 當你台積電在撐盤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 今天大力光又在衝破斷地點 盤中看起來要談啊 結果上不去嘛 對不對 結果呢 股價在創低點 好 我前兩天我跟各位想過啦 這一次大力光一路創低點之後 他那當然對於一些的 高價的電子類股 那是不利的 你看喔 這是玉金光嘛 玉金光今天盤中的時候呢 早盤也在談 結果到尾盤收最低 那代表著說 你今天進場去買的 然後呢 你今天進場 想出去撿便宜的 到現在為止多套 對不對 好 那到底這樣子做對不對 你看融資 欸 融資都不撿 大力光也是一樣 融資都不撿了 大家都在拼命猜低點 中一天能夠猜得到 但是到那天之前啊 你會面臨到什麼 融資追角的風險 你能不能撐得過我不知道啦 好啦就算那天你太大了 你前面買那麼高的 個股的股價 後面什麼時候要解套 那還很難說嘛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啊 你拼命猜低點 好 當這檔個股一跌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喔 最近有些啊 瀕臨破底的股票 他沒辦法解決啊 你看台藥 前提在100啦 接收在多少 100.5嘛 對不對 啊融資呢一路在創高嘛 啊我問你嘛 你一路猜低點猜到現在的位置 你叫法人去幫你解套嗎 他怎麼敢 上面一堆套勞的賣押 然後你叫那個法人趕快幫你買 然後趕快幫你解套 然後讓你賺錢 我想法人也不願意啦 去幫任何人去解套 他會找籌碼穩定的股票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 到現在為止 一路跌嘛 破底危機沒有解除啊 你再仔細看 前兩天連續兩次跌停板的 充碳 到現在融資也沒減啊 今天找盤的時候呢 也是要反彈啊 結果然後到尾盤又是收最低 那我問你嘛 這一路跌下來 到現在為止一路套嘛 對不對 再仔細看嘛 比方說可乘 融資也不減啊 現在一千里也只有差四塊 上銀也是一樣 你看彈都彈不上去 結果呢 從高漲跌下來 融資一路增加 大家都在等幾趟 這是目前市場上的現象 好 當然你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股票要掏下來了 那怎麼辦呢 總要想辦法攤平吧 可是現在盤是沒有穩定的情況之下 你要留意啊 會不會越攤越平啊 現在對你的人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讓那個損失再擴大 什麼叫做損失再擴大 因為你現在整個台北股是 弱勢的個股序弱嘛 對不對 好 弱勢的個股呢 也沒有看到指紋啊 那這種個股 它要怎麼樣才能夠指紋 我跟你講啦 它要先把那些融資啊 一路買的融資要化解掉 就算它不再跌 它也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做一個區間的擴大 所以你這樣子買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那反而你現在留意的是 你不能讓你自己手上的個股的 的持股 其他的持股再跌下來 如果再跌下來的時候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到時候你整個投資組合 會形成覆巢之下無玩的 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 我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台俊 現在是不是在半三腰 對不對 半三腰的股票 現在離錢低 沒有很遠了 如果這一跌下來的話 你套牢籌碼會越來越重 比方說宣德 融資也沒減啊 可是最近在做一個盤整的時候 你看 現在離錢低啊 今天收到108嘛 前面這個最低點呢 是多少 106嘛 也就是說你現在只差兩塊了 你差兩塊在創低點的時候 那個套牢的籌碼就越來越重了 會造成什麼 你這一段在這個地方買進的融資 你全部都套啊 那當你融資都套的時候呢 多少會有什麼融資的賣壓一定會湧現 所以呢像這類型的個股要預防什麼 他會不會繼續再補跌嘛 那這樣的個股還有哪些 比方操縱也是一樣 盤好久了齁 比方說2458的易隆電 你看喔 也是一樣啊 前提只差一點點啊 3293的形象 一樣嘛 這些個股都一樣嘛 都漲到半三腰嘛 所以我就說 這個時間點對你最重要的是 好了當然你可能會說 老實說這盤要上1萬5要上2萬的 好啦那這樣你繼續買 問一下我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個股市 歐洲股市也好 亞洲股市也好 從來沒有一個指數 它是突破盤整區的 那尤其現在美國股市裡面 散戶矛起來拼命買選擇權啊 這跟之前8月底9月底跌下來的 那個原因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當你持股一堆的時候 如果這盤燒有不剩 我問你啊 這不就是我跟你說的嗎 覆巢之下無人軟 可是重點來了 我不管你跟誰做 在這兩個多月以內 你老是有叫你賣股票嗎 如果都不賣 我就跟他說嘛 那你辛苦賺了血汗錢 是誰的責任 難道是你自己的責任嗎 那你越買越多嘛 那你現在要擔心的是什麼 你若是這個個股 現在已經沒辦法解套了 那你現在不能再讓那些 補跌型的個股再繼續跌嘛 你看到現在為止 很多個股沒辦法解套 大力光跌下來之後呢 你現在不知道底在哪裡啊 因為融資一路買嘛 你現在低檔都沒有出現爆量 也代表了說連那個要低階的買盤 都沒有進去嘛 那再加上什麼 你看最近這些嘛 生技股 有沒有 當初七八月份就跟你講 生技已經結束了 但是市場都在炒作 什麼什麼疫苗的問題 到現在問題 我們看到的疫苗 很多都沒有辦法成功啊 會不會是騙局一場 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有一支成功啦 起碼我們大家的生活 不會像今年這樣子啦 好像在鎖國嘛對不對 都出不去嘛 但是你會發現到 生技的個股一路跌 到現在為止啊 生技的個股一路跌嘛 當這類型的個股一度跌下來之後呢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我問你啊 已經都跌了一大段了 當它一跌一大段的時候呢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裡 你看都在創低點 所以我就說啊 現在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半三要的股票不能再跌啦 如果再跌下來的話 你前面已經有一批的股票 是套在第一眼 現在已經跌下來嘛 沒辦法解套 那後面另外一批的股票 再走補跌的話 欸 頭對喔 那會非常的麻煩喔 所以我們是盡量的去 把我們所看到的盤式 跟他去做分析 但你會說啊 老師你很討厭啊 大家都說啊 這個盤會繼續攻啊 你要給我一些信心嘛 我先保你的錢比較重要吧 你現在一堆股票沒有上去啊 到現在為止都是在等解套啊 那你現在新的股票 或者是你老師電視上講的股票 你都沒有 那我問各位這有什麼意思 所以你要預防喔 這個盤會不會再次盤頭 如果說再次盤頭的話 到時候呢 就會這樣子啊 再跌下來的時候 連那種補跌型的個股 都要開始攻啊 都要開始跌了啦 那這一跌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喔 我很不擔心的是 你辛苦賺了血案錢 到時候都沒了 好不好 所以呢 好好把握這個盤喔 因為那個震盪盤會越來越大 那最近的指數空間比較不大 那接下來在指數的部分 我們去掌握那個 要盤頭的那個位置區啊 當他在急跌之前 我們要趕快進場 所以呢我們要去賺 後面更大的一個空間 好不好 所以呢有任何的需要 歡迎你跟我們做聯繫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小心 小心 還可以 啊 你看 こう 我們 那一塊 你 小 你们 其實 有 這麼